24年前,在张艺谋导演指导的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里,这句台词应该说是家喻户晓,乃至几年之后还有人翻出来做彩琳, 而扮演这位农民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杜旭东,提起杜旭东也许知道的观众不太多,但是当我们提起以下这些影视剧,您一定不会陌生,你还记得大宅门里的那个无赖韩荣发吗,一共不到时场戏就领盒饭了,这么少的戏份却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只能说韩荣发这个角色,塑造的太成功了。 还有那个神医起来了,李的话要伤孟庆和霸道,阴险,别 上次就因为这价钱,你差点没把我给气死,气死人不偿命,你死不死关我屁事儿。 别拿豆豹不当干粮里的大嘴叉子,把恶欲奉承,尖懒长华表演的淋漓尽致, 我哪推呀,我只不过是给您老人家提的行, 连续剧玉碎里的臭咧姑, 我干爹不在,我就是老大,啊,回家不走, 就是那个永远充当配角,但又让人记忆深刻, 频繁露脸的屏幕形象,杜旭东南,1956年1月7日出生于北京,国家一级演员。 在现实中,他是大校军官,海正文工团演员剧团团长。 由于七岁时从二楼往下滑楼梯,摔了下来,杜旭东住了三个月的远, 出院后落下个嘴歪的后遗症。 不过杜旭东也因为这个标志性特征,被很多人记住,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 30岁出头的杜旭东第一次触电,是在1989年的老少爷们上法场中, 饰演一个蒙面人,他自己说当时那算是大龙桃, 把我给推荐过去了,今天他一看我,没问题,老少爷们上法场, 十几个歪挖猎枣,绝对没问题。 这是假实话。 其实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,我都不愿意让他这么说我是歪挖猎枣。 1991年,在大陆抗战题材电影《热火金刚》中,饰演二兔子。 不过,他们跑得了和尚,跑不了庙,他们家的媳妇和老娘全都在这儿,我可以。 1993年,在抗日奇才电视剧《回民之队》中饰演哈少府,这也是第一次出演反应号。 是少府啊。 你给鬼子干事儿了? 啊? 大陆姑,你看,我受不了了,他们打的我,你看。 1996年,在金涛指导的电视剧《四宝林江》饰演田二贵。 大叔啊,你也害怕? 我怕? 我要是怕,那咱爷俩打的不足炒料干啥呀? 你知道吗? 1997年,在张艺谋指导的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中,客串饰演农民工。 你试试,我看你死了,没有多大。 大叔啊。 警察来了! 童年在侯勇主演的历史剧《江湖笑面人》中饰演梅清。 是有释放证的,是政府签发的。 周天成,你不要公报私仇,你的事在夜门可都知道。 2000年,在陈宝国《四勤高娃》主演的电视剧《大闸门》中,饰演无赖韩荣发。 你们家谁要是欺负我? 我就把你们家的底全都逗了出来。 让你们全家,全家大狱。 童年在警匪类电视连续剧《重案六组》饰演约遇的陈东平。 我还真想弄点皮子,没想到这帮孙子把我都给蒙了,造的跟他们真皮子一样。 没问你这个。 2001年出演由张国立,李承铺主演的《我这一辈子里面的寻找二》。 你不会是从乡下来的吧? 这也难怪,你来的时间不长。 你到局长那看看,局长的办公室就在西屋。 看看刘芳子到底跟局长在干什么? 走,我带你去看看。 轩长,刘芳子已经给拘起来了。 拘起来了? 看看就知道了,走吧。 2001年,在情感类电视剧《月色聊人》饰演杨首富。 您是最好的律师。 他这么说的? 他是这么说的。 他说,如果您要是帮不了我,没有人再能帮我了。 李宝田主演的电视剧《神一起来了》中,饰演奸商孟庆和被观众所熟视。 在电视剧《种啥得啥》饰演喜剧《角色灵老三》。 他真就走了呢? 怎么样? 二哥对你够意思吧? 二哥,你就是我亲哥哥呀。 你真是有狗招啊。 我咋就想不出来呢? 2005在河滨主演的《历史端案》类电视剧《大宋提行观众》饰演唐二宝。 可别怪我对你不讲情。 我就不走,你把我怎么样? 我想怎么样。 童年在《爱情类电视剧》,前门娄子九丈九饰演王财。 我是说,我管我儿子,去要钱,来孝敬你们几位大爷。 不许跟你儿子要钱。 我不管他要,管谁要啊,你们只要让我见他一面,哎,我才能要出来。 虽然现在我不是他爹了,可是他也不能见此不就啊。 又在农村题材电视剧《别拿豆包不当干粮》,饰演大嘴叉自渣宝库。 您去讲采,我不得替您喝两杯吗? 您这么大岁数,要是喝高了,那还得了啊。 2009年,在高熙熙指导的实施剧《新三国演义》, 饰演刘备帐下重要楼师旁统。 有多少功事?将军烧座,带我发落就是。 这位大人,请你给我让个座,将军占了我的座。 我这个县令,总得有地方批公文啊。 童年又出演大陆电影《前方后方》。 童年在实伟指导的抗战类电视剧《洪湖赤卫队》中, 饰演主角王晶彪。 2011年,在喜剧电视剧《老汉野疯狂》中担任主演, 饰演主角《老汉老曹》。 帮你把这鸟找到,能找这鸟不就有伴儿了吗? 你就可以开心了,那我走了。 后又再在百百合主演的情感类电视剧《离婚前规则》饰演无赖的蒋勇。 而杜虚东在演艺圈内实在算不上帅气, 但他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才华, 塑造了不少经典的反派角色。 他如此敬业,最终成功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, 更是印证了天道酬情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。 如今杜虚东老师已经六十多岁了, 也希望他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, 做塑造一些经典角色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 喜欢就请关注我吧。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